说了那么多也说不出什么的结果来啊 你看这样子你 也要么就是今天给你儿子打个电话 然后让他过来把这个事情 说清楚一下 要么我们这边 呃 我们也不打扰你了 我们直接去呃杨总的公司啊 去上渡他的走公司 那你去找他才洗了啊 去他公司里面 呃扯这个事情才洗了 本来我是想着今天过来跟你好好说 看能不能说得通 但是你这边 说不通 说不透的话 我们就只能去他公司里面闹了 别别别别别 我已经真的没有 阿姨还是要劝你 你不要操之过急嘛 我不是操之过急 他骗了我 他说中秋之前给你 现在都已经中秋了好多天了 我跟你说大事化小 小事换了 我看你呢 我今天过来也是好找你好好说的 真长得好说话也和气 所以呢 阿姨知道你也是好人 你多理解理解他 最近他有他的难处 他有他的困难 他有他的困难 他你现在你把事情搞大了也不好嘛 你什么落到公司去 阿姨不是求你 我们仪里富人好不好 你要换位思考嘛 你一个小伙子年纪轻轻的 你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干啥呀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 你给你给你儿子打个电话喂一下嘛 好不好 他电话现在根本打不通啊 他关机了 关机 打一个试一下 你打一个试一下 你打一个试一下 他关机了 打一个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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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打的时候你直接不直接找他 你来找我干啥 我是想着 你的话比较痛气打你嘛 对不对 痛了 你看 痛了 你看他接不接嘛 也许他根本就 根本就那个人机分离 没有在这 没有在家 家人们 我刚才找了一遍 没有在家 喂 老杨 哎呀 你在哪里啊 儿子 你刚才为什么妈妈打电话你关机 你听见没有 我跟她打电话她确实关机啊 我在你妈家 儿子 刚才妈妈给你打电话你关机 你是在电梯里还是在飞机上 跑到我家去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不要到我家去啊 烧到家里老太太啊 有什么事 后天过两天我回公司来 对不对 公司来找我 好不好 就这样 你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出餐 是不是 儿子 你放心 他们不敢把我老太婆婆扔了 你如果有什么事到公司点找我 不要在家里烧到老太太好不好 你现在不能过来 哟 她说后天 后天到公司 对啊 我儿子跟你们说得很清楚啊 有什么事情咱们在公司 你看 你那个面对 阿姨 你看你又说谎啊 我跟你说打不通 怎么我一打就打通啊 你打你是运气好啊 他是刚开始开机了嘛 也许出电梯了 也许下飞机了 那个挺正常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那个小张 哎呀 你看我看着你长大的 你怎么让我失望啊你 我跟他打电话他关机 你跟他打通了 那个也挺正常啊 也许他现在 现在没电了 也许在飞机上 也许在电梯里 也许在开会 也许在谈业务 我跟你说 阿姨 你真的要好好劝劝你这个儿子 不然他不要为了这一点事 这一点小钱 也没多少 250个给了就好了 他说不给 我跟你说 可能一下 到时候他公司上市 但是小张 我也要跟你 我也要告诫你 你们不要做傻事 你们不要威胁 不要站着就打呀 好吗 那个 这样子 刚才那个杨卓打电话来说也是后天嘛 后天拿过来 后天就是让我们去他公司找他说 行 那就后天嘛 但是阿姨 你这边传达一下 给你儿子说一下 后天他的故事我就不去了 我就在那个我们故事呢 就是杨总 我们两个一起的那个故事在那我就在那里得他 后天让他过来 如果他来了 没事 那个医院费的事情 还有现在公司的事情 还有欠我这250个的这个事情 我们一起在公司里面等他来了 坐下来一起好好说 给他解决了 如果那个他那个后天如果他刚才他说了后天来 如果后天他不来的话 那你跟你儿子说一下 后天他不来的话 我就上次怎么搞的 我这一次又要怎么搞 我要去上渡 他把我公司都搞公司搞成官媒了 那我也去把他的公司搞成官媒 对 以其人之道 其人之声 最好他不要参加 因为他太结合了 他不参加是一回事 你不操心这些 我也跟你说这些 我就走了 说完了 我就走了 本来我是想着 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面来的 但是 我 其实你们来我很开心 你知道吗 然后正好跟我姐姐妹 我们不是过来跟你姐妹的 那吃了夜宵再走吧 我去给你们准备 东西 我们也不吃你的 喝点啤酒再走 喝酒也不喝了 我的话你听清楚了 听明白了 你给他传达一下 给他传达一下 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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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让他让他那个到我那个公司来一下 我们坐在一块好好把事情解决了 处理了 后天如果他不来 那我们就只能杀到那个山都他的公司里面去了 到时候他的公司肯定欲诸不起走 我们过去了之后就 你别这样 我不是这样 我也不跟你说别的了 没有万一 没有万一 什么业务我都不管 刚才他也说了后天 那就后天 后天 我说到做到 阿姨 你查查一下 我说到做到 你们有事好好商量 商量不了了 我跟他已经商量不了了 后天如果他不来的话 你让他看着我是怎么弄的 我用三个建筑地银子 后天我就只给他热 两天时间了 我用三个建筑地银子来 还有三个建筑的银子